胡锦村速散 这把的话团长坐牢局啊 先知古董教授 这三个人打到开门站 感觉只要到了开门站啊 有的局我会觉得团长到了开门站都有很大机会能翻 但这套阵容的话真到了四人开门站 感觉就是纯纯坐牢了 这里第一刀 落地也没有 先知往前赶翻 我真赶 没毛病啊 第一波丢伞一样 速散这边是已经差了眼 所以说相对来讲呢 先知这边能溜起来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呢 顶鸟 吸 塔板子 丢伞能变黑 变黑以后摇灵又是一刀 就看这边小白能不能再起一刀了 追第二刀 可以啊 这个点位主要不够 就一块单板 现在的话先知这波丢伞应该是大概率丢了 为什么呢 他手里面的那个摇铃一摇中 就是一刀了 这里是看你 哎 摇铃我交飞轮 但速散这里的话 哎有个壳 先知捡了个壳吸出了个鸟 哎 这先知吸鸟好快啊 而且现在先知又有壳又有鸟的 啊 顶壳 好的再翻 我感觉这把团长已经走远了 这个先知六的有点好 就他打的刀有点好 但这先知六的有点好 而且这道阵容有点好 不对不是先知六的好有点好 这先知吸鸟吸的有点好 这块板子下了估计下一只鸟又快有了 差不多了这个鸟 有没有有没有 我吸猛吸两口 CD美好 差应该差了不多了 傭兵82的机子 外面这两兄弟应该是机子都已经修完的 呃 傭兵这台机子其实现在过去救人会不更好一点 早点过去救人 他先把机子修完以后再救 呃 古董商的话修那个大船二楼的机子就可以了 机子够了机子够了机子够了 这里的话 傭兵待会救完人以后去补古董商的机子 古董商下来救人 然后打一波架 四人开门战了 这个局没有太多可以写的剧本 只能四人开门战 速散慢慢打 而这个局速散其实他不太能够慢慢打的 为什么 这先知待会就马上吸出一只鸟了 傭兵这边吃一刀 那先知一只鸟应该是差不多坐实了 一个摇铃 这边交货 杂头 哎呀 这波有点可惜啊 这波被 但是无所谓古董商来 哎 有我古神 把三棍教你做人 这边的话 教授其实机子球完以后 待会也可以过来打架 扛刀的 强啊 这阵容真强啊 打速散感觉 对吧 就前期第一波6好了 就随便打 当然先知这边是个挂飞点 古董商如果说 稍有不慎 没有能够压住呢 好像也 还有三人开门战 真多的可能性 但这把速散 真多的可能性 真的很小 很小 丢伞压人 这边过来 人先救 打一刀 逼你救人 留 哎呦 这古董商带薄命的 先知这边的话 再捡个壳吗 飞轮友 飞轮友 这边的话应该是 回头再猛吸 哎 这波鸟怎么这么慢呢 还没吸出来 吸出来了 顶羊 Nice 75的机子 顶着眼修 这边的话再插眼 再插眼 古董商应该是贴门了 还是怎么说 古董商过来保 可以 呃贴门呢 也行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 这边如果贴门 好像是不够 差一点点 密码机 教授来救吧 教授来救 教授来救 密码机这边是好了 先知 没有鸟 这古董商怕就怕什么 他没有大心脏 因为刚才薄命暴露啊 这古董商薄命带飞轮的可能性 也是有的吧 救下来 针对刀一刀打中 密码机点亮 哎呦 单薄命 古董商 这里教授 教授飞轮有壳 先知居然贴的是小门 他们这个残局安排的太好了 这边要丢伞 找佣兵 佣兵手里两户壁 一个吸魂吸中 没有把劲交互 只能户壁跳 那这边吸魂赶过来 好像这个佣兵撑不住 这个佣兵能撑住吗 再招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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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递交 这边是递交 蓄力刀有没有 呃 因为教授这边的门是点不掉的 所以说速散 在这个时间点内击倒佣兵 还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这个时间点内啊 来三二一 一刀 没有中 再打 抽到了 教授的门点开了 那这样的话 佣兵有没有机会跳个地窖什么的 再丢伞 想拦人 古董商 这边先拉开 这里是变成了黑魂 但是佣兵这里 现在自己还有点久 两成的战役 只有感觉古董商强冲 能不能行啊 强冲有一定的风险是什么呢 他吃到黑魂的一个阵以后 他交不出技能 反手一刀被带走 这里是选择走门 速散还有机会吗 应该是瞄到了 但是如果你是变白的话 古董商可就厉害了 你来好了 你变黑你证我 你变白你还想怎么地啊 对吧 你变黑你 死跑 还是阵容厉害 这个阵容太坐牢了